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民众体验随时随地加持的便利性 同时也将单柄消费上限从1500元提高到1万元 让悠游卡引引各式各样的消费场域 是北市市贵学生镇 北市敬老卡 桃源市民悠游卡跟金门县名卡 同步升级超有感 Super卡 Super 不同的情境诠释手机随时随地为悠游卡加值的便利性 新的超级悠游卡技术规格升级 只要卡片余额不足 拿起手机点开APP 就可以透过账户加值卡片 不用再找超商或捷运站才能加值 那事实上卡片升级要比大家想的要困难很多 因为悠游卡在全台湾有23万个支付点 所以在过去疫情的三年 我们就默默地开始来赶这些机器准备 要为我们的新一代悠游卡来上市来做准备 所以我们过去三年除了忙数位支付 还在忙这张超级悠游卡 那大家都知道行动支付这几年虽然快速的绝集 那报告虽然显示说 台湾有1000万人用过行动支付 但是过去三年虽然有疫情 我们自己在内部看 有在用悠游卡的每一年还有2000万张卡 那这2000万张怎么用呢 有800张大概只用在交通 因为疫情的关系少了一点 以前更多 那有1200万张 它同时会用消费用交通 那我自己在估计 其实全台湾到现在 还有1600万人在用悠游卡 所以这张超级悠游卡 是我们对着1600万客户的承诺 跟更好的服务 我们不断地在发展数位的过程 虽然有新产品线灯开出来 像悠游服 我们也没有忘记卡片 我们要持续研发卡片 我们希望台湾的无限金支付 永远都有多一个选择 你不用买高阶手机 你也不需要操作很复杂的ADP 你永远还是可以用一张卡片 加入无限金的行列 所以这支超级悠游卡 结合了卡片所有的好处 轻薄简便 然后也不用连线 然后代价非常低 然后将上这几年来 手机快速发展起来的科技 所以我们让超级悠游卡 这样手机读卡机 变成我们一卡一副 即上是悠游服可以自动加紧以后的 第二个里程碑 那这样一卡一副加起来 我自己觉得这张超级悠游卡 是悠游卡游戏栏 最CP值最高的一张商品 怎么说呢 你买一张卡片就送你一个读卡机 无限后卡被带一剧 而且那个读卡机是你专属的 就在你的手机上 那大家就问说 那手机读卡机现在可以差约 可以加值 那可以买1280就这样吗 当然不是 你可以想象看以后市长走出门 带一支手机 大家手机那个卡片靠上去 它就可以发红包给你们了 甚至在学校的园游会 你只要有一支手机在这边 所有的门票 入场券甚至月票 都可以靠卡就可以完成 未来我们甚至有机会 让很简便的线上消费 跟线上支付在手机上 就可以完成 那这个是未来的手机 读卡机可以带来更多 更有趣的一个实际的应用 悠游卡以往也被用来 当作小额消费的支付工具 超级悠游卡则调高单笔消费 可到一万元 因应各式各样的消费场域 那么这几年来的发展 你知道吗 本来说一卡一通一顾 那能不能想要并到一击 一支手机就解决掉 那这个手机里面 内建悠游卡 enjoy也可以 可以做到 可是iPhone就不行 那跟人家斗了两个 他也是不答应 我知道 因为iPhone他们要自己 划它FOP 那他 他自己都要赚这个生命 他为什么要给你赚 那所以在想说怎么照过去 一卡一通一户 合照一记 那enjoy也可以 iPhone不行 iPhone市占率又是两个好奇事 那我会想那不然就是这样 把那卡直接 可以在手机的手机壳上面 那好像也可以 但是有个问题要解决 那你要手机可以直接对这个卡价值 那所以事实上 一般处理问题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 现在医到哪些问题记起来 第一点 第二点 那如果我们还要想要去发开展 怎么样新功能把记下来 然后开始说 我们要怎么设计一个系统来解决问题 首先讲现存的问题 这个又有卡一年大概 使用是六百亿 其中有四百亿是用现金去加持 你说我们看看那很多捷運站 都有一个加持机 以前我就是这样 又有卡用完了 他就去找一个捷運站 一个加持机 把卡放上去 然后用现金去加持 那这样就遇到一个问题 那如果万一 钱用完了又没有办法加持怎麼辦 那一点 每次钱快要用完了 就一定要去 去那捷運站 去找那个加持机 这很麻烦 那事实上这个在台湾现在是四百亿 每年用现金去加持又卡四百亿 所以这个是很low的方法 所以现在如果手机跟卡 现在手机可以直接对卡加持 靠過來直接加持 另外一个手机可以绑定悠悠卡 可以远端加持 远端加持的话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控制 远端加持一定要有直属关系 你不能说 随便早有跟你不相干的人 来跟你远端加持 所以 现在如果是 如果是绑定的话 原则上只要心急关系的 第一个 直系的 那当然如果是直接加持 那个就没有提 那个随便上卡都可以 那 那 那现在如果 那iPhone 手机可以直接对卡加持 以后 其实本来想说 如果远端加持 我在学校的时候 设一个架持机 我远端加持以后 它到学校B 这样也可以 但是我还想一想 台北是游戏的人太多了 大概不用 游戏的人他自己就有兼顾那一集 这个东西 我预计会大卖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现在每个小朋友要上学的时候 就给他妈妈 先今天零用钱给你五十块 少靠卡B 五十块给你回去 那如果 如果 如果因为他是儿子的话 或是父母親這個不用靠海的 他遠端就可以價值 反正他知道他會價值 他隨便找到7-11家都可以 他為什麼這一定會大賣 因為每個父母都會講 知道他兒子錢花到哪去 所以當那個 當他給他兒子價值 他兒子拿那張去哪裡買東西 他母親晚上就被check他買了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我預期在小學就是大賣 這個台北市的我們的數位學員證 謝謝優卡公司長期的協助 現在至少有27萬張 因為市長在政策面是推一卡一付一通 這是一個政策的工具 那台北通是一個深任 一個identity的路口 那麼這個一卡一付 我想作為我們這個交易很重要的工具 那台北市呢 我們這個數位學員證 現在目前是號稱是1.5代 那目前就是結合我們在2020年 我們推出校委的無限金的這樣系統 繳費的系統 那目前呢 我們上個學員度 就是因為現在新的還在繼續教 我們大概這個無限金的交易 已經達到近六成 那我新的學員度 我覺得有信心應該可以超過七成到八成 我們主管科的課長在這邊一直很緊張 那這個要有信心 那同時呢 今年的八月呢 我們優惠公司又把校園的這個優惠婦做一個連結 所以那只要透過我親身的綁定 那就可以這個爸爸媽媽的手機 透過優惠婦 這樣就是孩子的夾子機 那目前呢 大概我們這個親子綁定 我們已經達到八成 有八成 那二十萬多人次來參與 但我們希望要達到百分之一百 那這個小學是最多的 謝謝那東門國小小 他們這個綁定的比例大概是最高 然後越大就越低 表示說因為從小綁定以後 到高中高職就倒不掉了 所以最好是從小學開始綁定 桃園市政府跟台北市政府 同樣榮獲了全球的智慧城市的首獎 那鄭文燦市長上台以來 推動了智慧城市的這個工作項目 大約超過兩百項 那最主要是要強調希望說用資通訊的科技 來打造一個永續低碳熱活的一個城市 那當然就是說在市民朋友的生活方面 我們希望是好用有感可複製 所以因此這個市民卡 就是我們桃園市最重要的智慧城市的項目之一 也是因為這一次市民卡的關係 讓我們能夠得到Visa的全球的智慧城市首獎 市民卡其實主要的卡體 其實九層以上都是悠遊卡 不是八層是九層 那我們現在發卡量已經超過180萬張 使用的次數超過五億七千萬次 那在桃園敬勞卡 敬勞愛心卡 愛陪卡 學生證 員工證包含我的員工證 門禁卡 通通都是市民卡 所以我們是多卡合一 除此之外我們還一卡多用 用我們的這個市民卡可以借書 而且我們在桃園有上千家的 特約商店大概五千多家 你拿市民卡都可以享受優惠折扣 買這個手搖引都有折扣 是小市民的一個福利 除此之外 在這個媽媽寶寶這個生育的方面 我們也是透過市民卡 來做各項的市政服務 所以它是我們融入我們市民生活 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除了新發售的超級悠遊卡 台北市數位學生證 敬勞愛心卡 各縣市市民卡 也同步可以使用手機加值功能 也可以即時查詢餘額及消費明細 讓民眾體驗新一代悠遊卡 帶來的便利性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舉辦新文化運動月 今年以新聚登台 文化大拼場為主題 除了推出特政 新時代大登台 還規劃了市集 論壇 戲劇 導覽等多元體驗 帶民眾了解台灣新文化運動的精神 與內涵 你們知道新劇 都在創作嗎 新劇 你們也都知道新劇 在創作嗎 不然我們請問說 你說什麼 一九二零年代海外求學的台灣知識分子 和Podcast等多元體驗 帶領民眾了解台灣新文化運動的精神 與內涵 我們在這邊定義的新劇 是指一九二零年代 我們都把它稱為新劇 我們這個展覽主要就是在談台灣人的戲劇 所以我們不會去談華民化時級的新劇 主要就是一九二零年代 一九三零年代的戲劇 除了我們特展開了以外 第一週第二週首先上場的就是我們的論壇活動 那這個論壇活動打頭陣的呢 就是我們台灣新劇研究的學術泰斗 秋昆良老師 那跟我們白春彥老師一起 然後在這個十月一號的時候 會做這個論壇的開場這樣子 那第一週呢 開始也會有這個Podcast十集的節目 會在線上輪方上陣 都是以這個戲劇文化劇來做推廣的內容的這樣子 那第三週的時候呢 就是十月十五十六的這一週 我們在大道城戲院就特別邀請了藍陽戲劇團 來演出英雄在線蔣衛水的故事 就是把蔣衛水先生在這邊怎麼樣的推廣這個戲劇 推廣這個文化運動等等的 這些一生的作為 用戲劇的方式表現出來 因為那非常的值得我們增加深入的去認識的了解這樣 那同時呢 我們在十月第三週也跟大道城國基藝術節合作 我們一起在街區辦了這個變裝的音樂會市集 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跟我們在那個時候回到1920年代 然後呢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就是大道城在地的店家 我們今天有很多的店家都跟我們一起聯名喔 推出了新文化運動月的限定商品 那大家呢去逛這個街區的時候 都可以同步的用商品來訴說這樣的故事這樣子 新時代大登台日志時期新劇運動浪潮特展 特別邀請以日志時期文化劇為研究領域的學者 白春彥擔任策展人 梳理新劇運動在台灣發展的時期與脈絡 為了讓民眾了解百年前後的時空背景差異 特別復刻了當時劇場的環境 製作情境演出描繪日志時期新劇在台灣社會的時機樣貌 我們這展覽呢是透過整個戲譜的說明 讓大家了解說這個20年來 到底有多少的劇團 那他們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結束時間還有出發成立的時間 那有哪些人 那所以我們會從人物 劇本 劇團 還有演出的形式來告訴大家 那我們的就是展覽裡面有幾個特色 就是我們特別設置了一些有趣的 比較能夠寓教於樂的一些裝置 讓大家才不會看文字看到睡著 所以呢尤其我們設置了一個叫做文化劇的情境劇場 我們是用就是有螢幕的演出 然後也有那個就是發出聲音 有那個警察大人 那也有觀眾在下面他們會發出聲音 然後來跟那個影片裡面的人物做對話 那這個是可以體現的是當時文化劇演出的狀況 那那個狀況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其實就是一個不太熟練的狀況 就是演得不太好 所以呢我們如果被問到說 那日本時代的新劇跟現在的舞台劇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們通常我們會說他們蠻像舞台劇可是又不太像 在於哪裡不一樣就是有幾點 那首先有一點就是演員不夠專業的問題 因為他們都是素人 他們都是事實上都是社會文化運動者 他們在意的是宣傳而不是戲劇演出 那另外一點就是因為是一個新舊交接的時代 他們看過的新劇根本是非常的少 可是他們有看過太多的舊劇 所以他們在戲劇演出裡面事實上有混雜了很多舊劇的元素 那第三點的話就是跟他們的目的性是有關係 因為他們想要做宣傳 就是宣傳台灣的新文化 那還有就是其實有一些反日 反殖民 還有甚至就是反資本主義 那那個宣傳無產階級主義都有這樣的思想 那我們在這個情境劇場之外呢 還有設置了一些互動的裝置 比如說因為當時的新劇進入了台灣之後 是會跟舊劇產生衝突的 因為它反對舊文化包含舊劇在裡面 尤其是歌仔戲 所以呢 新文化運動者他們用新劇 還有就是說思想宣傳來反對歌仔戲 反對舊劇 那可是呢 事實上這個他們的理想層面的理念 還有他們的浪漫 理想是很值得崇敬的 但是呢也是基於他們的不夠專業性 還有政府的打壓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去動搖 我們台灣傳統戲曲的根基 那所以呢我們這場展覽呢 我們不是一味著在說 新劇運動者是多樣多麼好 那他的光環是多麼大 我們不是在講這件事情 我們會去介紹說 他在當時遇到的困境和他的挫折 所以我們透過新舊劇的這種吸粉 我們稱為吸粉粒 就是其實那是用一個磁鐵裝置 然後我們可以去玩 那你可以試著去搶奪 譬如說我是新劇 我演出新劇 那我試著想要去搶奪對面的那個舊劇的觀眾 可是搶了半天你搶了很久 可是結局就是你還是沒有搶贏他 我們要講的是這個歷史的現實 那還有就是我們劇本的介紹的部分 因為劇本看字實在很辛苦 所以我們有請那個專門的演員 竹生哥他幫我們錄製 就是一小段就是五六個劇本的那個讀劇裝置 那你就是拿取話筒 就可以聽當時的劇本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故事 然後最後呢 我們還設置了一個所謂的戲劇人生的大地遊戲 那這個大地遊戲其實就是一個選擇題 就是你是一個工學校畢業的青年 你可能會選擇你要進入職場 那你也可能選擇就是繼續讀書 但是你因為有懷抱 有懷抱對台灣好的這樣的情感 所以就會很自然的進入了這樣子的社會運動的場域 那你可能就會選擇你要演出戲劇 那有的人他是 他是真的很愛戲劇 可是他不願意從事這種比較危險的社會運動 那也有這樣的一些人 所以他會有一些插入口來問我們的民眾說 那你這時候你會怎麼選擇 那走到後來呢 就會有七個不同的人生 那這個主要是我們會告訴你說 你這裡你的選擇最後就是 就像某一個劇團 譬如說你這個就像那個張維賢的劇團 你是藝術堅持派 因為你非常的堅持藝術 所以呢那你是走了這樣一條路 那有的人可能會像周天啟就是彰化的頂心社 那周天啟他們的話就是因為他們非常的激進 所以他們很早就劇團結束 大概是這樣子 就讓民眾是透過遊戲 然後讓自己得到了一個好像我可能會有點像他 那接下來就是會去讀這個劇團 然後這個人物他有什麼樣的故事 就引發他比較濃厚的了解的興趣 新劇登台文化大車拼相關活動資訊 可上活動官網或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粉絲專頁查詢 邀請民眾一同參與 認識台灣這片土地的歷史與文化 記者李錫慧 台北報導 HOME PLUS 中佳寬屏在地影像賠禮與針見計畫 開始囉 即日起到12月15號為止 豐富獎勵那你來拿 詳情請下中佳新聞FD粉絲團 或掃描針見簡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 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必知為恐怖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這事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1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1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百歲人類坐著輪椅來到球場中央為比賽進行開球儀式 中山區大直裡在培音公園舉辦第四屆慈光杯籃球嘉年華 吸引30個隊伍分成國男國女親子壯年以及青年五個主別 總共將近200位民眾報名參加 現場充滿熱血沸騰的氣氛 然後讀時間大學 然後是時間大學校隊的 就是教練跟我們講說有這個比賽 然後我們就是過來這樣報名 然後剛好也在附近就是過來打打看這樣 平常都是打正規比賽比較多 三對三比較少幾乎沒有 打的是第一次打 打就是還不錯啊 還滿有那種就是街頭感覺 這個是因為我們大直裡里長的號召啊 所以我們附近的里民啊無論如何也要過來啊 這是我們第四屆舉辦喔 那也是由我們的里民花起的 那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棒 所以我就跟他們整個把它擴大 所以這一次算是加上嘉年華 然後採多元化 所以特別熱鬧 大概有30個隊伍 那我們會分很多的組喔 有常青 成人 國中 高中 那我們這一次也因為是採多元化的 所以我們這個嘉年華呢 我們另外有32個攤位喔 然後來裡面呢有很多宣導 很多義賣 然後呢讓大家來共襄盛舉 那最重要小孩子呢 我們針對小孩子的部分呢 我們有一個以環保為主題的 一個金魚迷宮呢 兒童遊戲喔 那個很特別 那讓這個小孩子也來玩 然後同時還有卡拉OK大賽這樣子 這一次表演節目也很多 我們有實踐大學的熱舞社啦 還有藝術家協會啊 有很多的公益表演 還有國中的台前道啊 還有歌唱表演 還有我們社區媽媽的團體舞表演 非常的精彩 大致力的我們的蔡俊賢里長 真的很用心喔 他為了能夠讓這個少年壯年 成年人都可以參加這個 都可以運動 都可以參加籃球 所以他就辦這樣子一個 三對三的籃球賽 那因為籃球是全世界 最風靡的一個運動 那事實上是這個三對三是 場地不大受限制 那人員組成也很單純的 那能夠很簡潔 而且可以很快速的完成 那我覺得他對鼓勵社區的這個 這個運動的推動非常用心 那他也很別出心裁 又今天又擔任這個神秘人 然後又把歌曲唱得很好 所以這麼好的里長 我真的很肯定他 為我們大直理大直社區的付出 球場中央打得激烈 周圍也沒閒著 現場有多達32個攤位 吸引民眾前來逛逛 大直理好鄰居 實踐大學也共襄盛舉 設置了六個特色攤位 進行義賣 有吃有玩 還可以透過服裝設計 感受永續環保的精神 非常感謝實踐大學校長 他也全力的跟我們支持 也任養了六個攤位 那我親自來參加我們這個開幕典禮 那我們非常感謝丁校長丁博士 那我們請丁校長來跟我們講兩句 好 好 謝謝里長 那實踐大學在大直地區 已經邁入第65年 好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敦青木林 那大直是一個很這個很豐富 很高尚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希望學校對地方 有多多的幫助 整個在這裡設計學院的服裝設計學系 今天帶來是裙擺搖搖 那我們事實上用了很多就是 庫存的布料 珍藏的布料 有情感的布料 來做成服裝裙子的這個部分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們希望能夠永續時尚的經濟循環這一塊 那過程裡面除了剛才 等下你也會看到有泥染 泥染也是一種永續的一個染法 其實我們的學生去台灣 找了台灣地區的泥土 找了苗栗的泥土 找了台北的泥土 他們磨成了顏料 來做染色的這一塊創作 那最主要其實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剛才提到了 用地球的有限的區域的一個色彩 來做這件事情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而且它很省水 比一些染料上面來講都是省水 而且也是天然的 那這一次大直禮 一共給實踐大學六個攤位 那我們就在校內來公開的徵求 那首先是我們的喬外生 他們把他們製作的可頌拿出來賣 那接下來是剛剛院長介紹的服裝系的作品 那另外就是我們餐館系自己做的這個西湖咖啡 那還有我們的親善服務隊這一次也出來 希望共襄盛舉 那最最重要的是我們還有一個攤位 是希望能夠鼓勵年輕人遠離毒品 那他們有製作了一些遊戲 那只要你通過了這些遊戲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精美的禮品 那最主要是支持大家遠離毒品 另外現場還有李明用大型紙箱等廢棄材料 搭建一座金魚迷宮 以寓教娛樂的方式宣揚環保理念 也吸引許多親子一起來遊玩 做這個環保迷宮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讓我們的孩子們體認環保的重要 第二個要認識我們現在海洋污染的問題 那這些海洋污染的問題 是不是在未來讓我們孩子們真正在海洋這一塊 在環保這一塊好好的去珍惜我們現有的資源 那我們也希望中亞有個機會給我們 讓我們這個大致力做炎做光 但是同時也是讓大家認識大致力 是個美好的社區 資料的收集大概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資料 但是材料的收集大概不到三個月 那把它組合的時間只有20個小時 20小時之內完成 那我也相信這個東西可以做推廣 也是鼓勵大家注意環保 那怎麼樣用環保的材料 我們都你看所有的材料都是現成的 那也許都是人家不要的 但是我們把它組合起來做一個最好的一個安排 讓每一個小朋友進去 第一要遵守規則 第二要注意我們的環境裡面 是不是有哪些東西可以運用的 我們只在家庭裡面 不要隨意丟棄浪費東西 我願意陪你放過雪山穿越入了你 可不此而不斷絕了所有的小事 擁有金詩歌王稱號的里長蔡俊賢 也戴著面具在現場高歌一曲 超人活動氣氛 透過舉辦籃球嘉年華 居民以球會友交流情感 也為社區注入年輕與活力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疫情緩緩邊境即將解封 更產業需要人力大增 台北市就業服務處 在各就業服務站舉辦現場偵才活動 即日起到9月30號 台北市各行各企業 共釋出了748個工作機會 其中住宿餐飲零售業的職缺 最多有534個大七成 歡迎想找工作的民眾到各就服務站 參加現場偵才或是利用台灣就業通網站 來了解工作機會 畫面現場是南港東名輕盈就業服務站 有12鍋 天好運等知名的餐飲業者 開出多項職缺現場偵才 直接與求職者進行面試 餐飲業指出邊境即將解封 產業需求人力大增 各家積極應徵搶人 國境要開放了嘛 那代表國外的觀光客越來越多 會來台灣做旅遊 那餐飲業的話當然觀光客也很重要 在一些比如說永康街的商圈 或是桂林那邊的西門町附近 都很多觀光客 所以我們的餐飲業的人才需求就越來越多 那也是因為剛好這個時候 大家台灣也逐漸解封 大家也開始出來找工作了 那現在的招募進來的人才也會選擇性比較多 那我們未來在我們培養 未來我們的公司的一些職位 還是一些幹部 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然後趁現在也是多來找店人 然後期望我們的餐飲業可以越來越發展 我們當然我們尋找的除了計時之外 也有一些幹部 或是一些店經理都會有 各個階層都有 因為目前餐飲業還是需要持續展店 那展店的話就會有很多主管的職缺出來 那我們要從慢慢的先進來這邊先適應 從幹部慢慢的培養到店經理 然後一起為就是接下來開放國境之後 人越來越多 我們就可以服務更多的人 目前我們其實都是可以來試試看 未來一定是台灣會越來越老齡化 那我相信除了應徵 引髮族的員工之外 我們的工作環境要有一個友善的環境 跟氛圍 他才有辦法進來這邊工作 這是一連串的配套 是我們也有在發展的地方 因為他們來工作要安心嘛 因為畢竟說真的就是年紀比較大的 可能沒辦法像年輕人那樣子的這麼的快 但是他們的經驗他們的代客之道 那些一定是我們可以去學習的對象 也可以讓整個氛圍更加和善 而且是台灣外的趨勢 因為我本身很愛吃火鍋 全家人都愛吃鍋 所以說因為我本身之前有做過餐飲的工作 十幾年我在斯卡拉克在做他中央廚房 所以說今天想要再來挑戰看看這樣 因應各產業需要大量人才 即日起至9月30號這一週 台北市就業服務處在各就業服務站 舉辦現場真材活動 共提供748個工作機會 前三名為網品餐飲集團132名 光寶科技121名 摩斯漢堡60名 因為現在疫情的趨緩 邊境即將解封 所以外來的人口會逐漸的進入國內 所以觀光客也陸陸續續的來到了各地 那所以說各個產業呢 它的能力需求也會逐漸的增加 所以呢在這情況之下呢 很多產業呢都有求財的需求 所以呢也透過我們就業服務站的方式呢 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求財的服務 那我們台北市就業服務處在各地的就業服務站 提供了各類的真材活動 那目前有700多個職缺 那其中有住宿餐飲的職缺 有多達500多個 佔了七成以上 那歡迎民眾有需求的呢 來各地服務站可以來做求職的服務 參加現場真材的廠商與民眾 也稱讚就業服務站的環境與服務相當好 提供舒適的求職求財空間 因為他們就業服務站有 台北市有很多地方都有 蒙甲也有啊 然後南港也有 這樣子對於 應該是說找工作的民眾也很方便 他會到 因為資訊集中啊 然後大家來這邊就會有很多職缺可以選擇 然後他相對而言 我們有一個好的環境 可以提供給一個面試者 一個空間 然後我們可以好好的做面談 然後做個應徵 然後確認一下我們的公司的 比如說制度 您喜不喜歡 又不會來這邊發展 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我們也很感謝 就服站提供給我們一個這麼好的空間 一個獨立的 然後又很舒適 讓求職者也會比較安心的來面試 以前我都是找 就是拿報紙 這邊一直翻 一直翻 這樣一直翻 好像覺得沒有一個目標 那現在這樣 他就有分裂 像今天就是跟餐飲有關係的 那我知道就是說 今天有一個廚房的工作 有一個方向 才不會像以前報紙一直盲目 一直找一直找這樣子 對 我們相關的就業的資訊 民眾都可以到台灣就業通的網站 或是勞動局的網頁 以及那個勞動局的 勞動台北的FB網頁 可以洽詢到相關的資訊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指出 現場真財活動 9月28日在西門救福站 9月29日在信義、蒙甲、景美、南港東名救福站 9月30日在西門救福站舉辦 時間都在下午2點到4點 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或是上台灣就業通網站 了解更多的就業資訊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而疫情趨緩 邊境也即將解封 由於客運駕駛目前趨很大 因此交通部公路總局 特別結合各家客運業者與駕訓班 在全台辦理擴大真財與穩定流財的招募活動 並祭出真財的補助方案 在台北廠次就吸引了許多民眾 來詢問應徵駕駛的工作 請啟動 大特車駕駛擴大真財 台北廠正式啟動 請掌聲鼓勵鼓勵 公路總局指出 疫情後客運駕駛缺很大 全國缺額達2400人 因此公路總局祭出補助 並攜手客運業者舉辦全台擴大真財 畫面現場是台北廠的真財活動 共有20家的客運業者涉攤招募駕駛 成功錄用的駕駛員 最高可領12萬2100元的補助 吸引許多民眾前來詢問 甚至還有外國人也來應徵 這就是我的運動 是要開車 所以我想也要開車 在台灣 我喜歡開車 而且跟我走過 他喜歡開課車 然後其實他喜歡跟人家互動 然後這樣子的話 一方面他學語文也比較快 一方面可以交朋友 因為他現在是還沒有駕照 對 沒有那個職業駕照 所以我們先安排他去開那個訓練 開那個校車 校車那個大客車駕照就可以了 等他起的那個職業駕照 我們就把它轉到這個施工車來 其實我是想說考上證照之後 想說之後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在客運業服務或什麼的 我已經有大客車執照 還沒有換職業 我就普通大客車執照 因為他需要考上三個月之後 他才能夠另外再考機械嘗試 才能換職業大客車的徵兆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他也有提供速勝 然後獎金也是給蠻多 像一個月 滿一個月給多少 滿上個月給多少這樣子 對 就這個蠻吸引 一些年輕人會想要來的原因 但是後面也要看 後面福利是怎麼樣 如果再多給的話 當然是投入會更多 因為本身也對開車蠻有興趣的 因為開蠻久的 開什麼 開小客車 因為轉職之後踏客車可能挑戰性比較高 我本身也是對開車蠻有興趣的 他只要有小車滿兩年 不管他持有手排或自排 他都可以到家訓班來考這個駕照 他如果是自排的 手排的都直接都可以升小車升大客車 那如果他是他考到了以後 要反三個月就可以考個機械常識 六十分 他就變成職業大客車 我們大基隆教訓班有這項服務 所以說不管你現在會不會開小自排的 手排的 我們也都全省在七週裡面 讓你順利拿到駕照 目前經過就是說全國的各地區的公車業者反應 我們目前的司機員的缺額大概有兩千四百位 那所以我們在全國有六處辦理大客車的駕駛的擴大 我想以往就是說公車業者其實各自招募司機員 那透過就是說我們聯合的真材活動 其實各家客運業者 然後所有的這個我們的有志想要成為公車駕駛的朋友們 其實他可以得到一個統一的一個資訊 那我們聯合的一個真材 其實就是說讓大家就是說在一個就是說比較方便的一個場合 能夠快速的得到相關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那另外就是說政府也知道就是說公共運輸這個非常重要 那所以就是說我們也跟客運業者一起攜手合作 那提供了包括就是我們要成為這個公車駕駛的 這個可能需要做相關的受訊 那受訊的如果說能夠這一個受訊完之後 在客運業者這邊能夠服務超過三個月 所以包括受訊的費用全額補助 以及受訊期間因為沒有收入的話 我們有提供基本的這個工資的一個生活津貼 那另外就是服務滿六個月跟一年的話 都有這個穩定就業的獎勵已經三萬元 那其實最主要就是說我們跟業者一起合作 然後也讓這個我們的一般的民眾了解到這個我們的公車駕駛的這個行業 那如果說能夠投入這個行業的話他也能夠安心 那最主要的我們現在是針對大客車我們提供一些那個優惠方案 例如說他有一個訓練會 那我們如果不管你也沒有駕駛執照 或者你有小車進身為大車駕駛執照的話 我們最高可以補助到一萬四千五百塊 那還有一個生活今天在你這個受訊期間 我們以一天來計算 那我一天就是八百塊左右 那我們最高的一個金額可以補助到四萬六千 四萬七千六百塊 四萬七千六百塊 那我們最主要還有一個穩定就業方案 所以穩定就業方案說你們就是學好一個車子 那就在那個公司上面來就業 那這時候半年之類半年以上我們就會補助三萬塊 如果半年以上又超過半年以上 就在一年又超過一年 我們再補助三萬塊 換句話說半年每隔半年各補助三萬塊 一年之類可以補助到六萬塊 那整個補助下來呢 我們大概金額會在一段十二萬兩千一百元 就是我們這個整個金額會補助在十二萬兩千一百元 也希望這個大家利用這種機會 能夠這個在對自己的一個就業方面多一種選擇 也許我們的整個疫情正常化之後 那我們跟疫情共存 那可能百月復甦 那我們整個客業的一個營運水準 恢復到以往的規模 那我想我們的大概整個大顆車的駕駛 切口大概有兩千四百多人 我想我們今天就有這樣的一個招募活動 我們也希望公路總局 那用染財 流財 育財的整個一個補助 我們希望能夠招攬到一個適當的一個能力 那我們能夠充足我們所有客業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能力 而對於公路總局提供相關補助措施 並協助擴大真材的做法 汽車客運工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也表達相當感謝 振興的方案我們需要運量 我們已經上升了 已經提升了 但現在我們最缺乏的是什麼 就是司機 缺乏這麼多司機的話 我們怎麼振興的起來 所以今天辦的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 非常有意義 對我們是來講說是重中之重 你沒有司機你怎麼改車呢 不過今天有20家我們客運業者 不管公車大台北地區的 我想這樣我非常謝謝所長 今天雖然第四場 但是這是最大的一場 那當然我也期待今天能招募更多的時機 我現在是以前年會理事長 我非常歡迎有志之士來參加我們大客車的這個行面 公路總局台北監理所統計 這次來應徵的人數有350人 成功每合人數約117人 而擴大真材與穩定就業的補助計劃 將持續到12月31號為止 想投入職業大客車駕駛的民眾 可以向各客運業者或是台北市區監理所洽巡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傳統治療膽管結石的醫療方式 不外乎是開腹或是腹腔鏡兩種方法進行手術取出結石 衛福部機用醫院肝黨腸胃科團隊 則提供了病患另一種選擇 也就是ERCP所謂的內視鏡逆行性膽管造影術 來取出膽管結石 一名年約70歲的男性某天覺得右上腹隱隱作痛 原本以為胃潰瘍老毛病發作 但是到藥局買胃藥吃了之後腹痛並沒有減輕 還出現噁心食慾下降虛弱無力等情況 趕緊到衛福部機動醫院求診檢查 才發現膽管結石 因此經過評估衛福部機動醫院肝胆腸胃科醫師胡果症 使用ERCP所謂內視鏡逆行性膽疑管造影術 簡單講像做胃鏡一樣側躺 再用內視鏡技術取出膽結石 取代傳統的開刀方式 那我們斷層看到發亮就代表說那邊其實是有發炎 因為會沖血血液帶動那些血液機才知道它原來那邊有發炎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這一邊膽管都有發炎 這個時候去做開刀的手術 術後的一些併發症或術中的風險都會略為提高 而且加上有時候病人年紀各方面不見的每一個都適合馬上做手術 所以藉由內視鏡的處理 是可以避免掉肚子開刀的風險去處理這個食童 這位病患在手術後三天康復出院 術後一個禮拜回診 驗血指數和身體都已經恢復正常 胡果症醫師指出 ERCP可以準確評估膽管結石大小科數及位置 迅速取出結石疏通膽管改善病況 另外也可以在取食過程中 把狹小的膽管出口稍微撐大 讓結石可以順利取出 萬一病人日後有新的結石 從膽囊掉入膽管 也比較有機會自行排出細石 一進去就發現這個病人 哇原來有兩個石頭 一大一小都卡在膽管的出口那一邊 那因為那麼大 出口那麼小 所以當然會卡住 這個就是往往常見的狀況 所以我們下一步呢 這個攝影術結束之後 就可以直接馬上接著取食 第一步我們會把這個出口撐開 第二步就會用一些器械把整個膽管疏通 把一些石頭繞出來 目前ERCP有健保給付 有需要的民眾可以和基隆醫院聯繫 了解更詳細的內容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HomePlus中家寬評在地影像賠利 與針劍計畫開始囉 即日起到12月15號為止 豐富獎勵等你來拿 詳請請假中家新聞FD粉絲團 或掃描針劍簡占QR Code 眼見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花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貼固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 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集團關心您 歷經兩年半的翻修整件 為在基隆文化中心的四樓到七樓的 基隆表演藝術中心 選在國慶廉假正式啟用 基隆市文化局特別規劃了開幕季的活動 從10月8號到11月27號 將由11個團隊在演藝廳帶來 14場精彩的演出 透過鏡頭帶您搶先目睹 基隆市文化局長陳敬平打開演藝廳大門進行開箱 歷經兩年半整修 位於基隆文化中心四樓到七樓的 基隆表演藝術中心全新啟用 包含演藝廳座椅更新及舞台與梯間重新規劃 原本的回廊空間也患然一新 更把封閉的外牆改成落地窗 讓民眾可以一覽基隆港灣和西岸無敵 三海美景 基隆市演藝廳它是從1985年新建以後 一直到現在大概有30多年時間沒有進行改建 那它的動線還有漏水的狀況非常嚴重 這次在文化部的支持下 我們爭取了前瞻建設計畫的一個支持 然後進行了演藝廳的整建 這次整建的內容大概包括了就是動線的改善 然後座椅的更新 所以大家來到這裡會看到 幻然一新的一個文化中心 那未來的文化中心呢 我們把它定位為基隆美術館 也就是一樓到三樓是基隆美術館 然後四樓到七樓是表演藝術中心 那新的表演藝術中心呢 除了原本的演藝廳加上島嶼劇場以外 它在中間的環形的部分 我們未來會有一個新的大型的 裝置藝術的一個設置 我想表演藝術中心結合了 舊的一些古典的與會 加上一些新的設計 希望讓它能夠有更豐富跟多元的一個展現 尤其是大面的那個尾幕玻璃 大概從四樓以上 我們都可以坐在窗邊 看從東岸可以看到西岸的景致 所以六樓到七樓 這一次是第一次對外開放 那我想對於來看表演 或等待看表演前呢 大家都可以一覽整個港邊的一個景色 整修前後的巨大差異 也讓參與啟用記者會的表演團體 及來賓大為經驗 這一次的改裝之後 讓整個空間變得更開闊 我覺得很不錯 然後搭配我們整個基隆港區 都有做一些更新 我覺得非常有感覺 配合基隆表演藝術中心啟用 基隆市文化局方面也規劃了開幕季活動 從10月8號起到11月27號 將集結11個團體 帶來14場精彩演出 邀請民眾重新走回劇場 感受煥然一新的基隆表演藝術中心 記者張啟燈基隆報導 基隆市老年人口的比例已經快達19% 不過基隆市區安全的步行環境 仍顯不足 積極其推動步行城市的基隆市議員 童子偉 在質詢時 特別以行人眾多的愛二路7樓高高低低為例 呼籲基隆市政府要重視改善 真正落實步行城市的理想 基隆市議員 特別拍攝影片說明愛二路7樓高低不平的狀況 對行走民眾尤其是長者不夠友善 呼籲基隆市政府進行整頻改善 有很多狀況 尤其在五六日假日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7樓 是非常多人在走 而且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所以最後就會變成很多觀光客 直接走在車道上 這是白天平常日的照片 一般假日的時候我想大家都有印象 包含我自己的媽媽 市長的媽媽 都常常在這邊行走到仁愛市場 重點是我們這邊 非常多的老人在走仁愛市場這條路 所以我想 好走呢 是一座人本城市最基本的一個狀況 那不要讓老成為一種生活的歧視 因為我們開發很早 本來就地狭人稠 所以騎樓高低不平 我們希望可以盡速來改善 那金融市的人口 是老年化居北台灣之冠 全台第五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的街道 除了是日常市民的日常生活 和共同記憶 當然它最需要的是安全跟舒適 對此金融市政府都市法案處長 薛恩欣表示 第一階段包括國門廣場 及中一路部分 只剩最後一里路 明年度 將從中二路繼續進行改善 接下來則是愛二路等路段 中二路我們現在的規劃是希望 今年底就送 我們現在正在 已經畫完圖了 同意書也拿到 拿到的 百分比還蠻高的 好 那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是送營建署的工作 那所以送的話 如果營建署 那個同意的話 明年度會給我們工程預算 那接下來就 就會愛二跟 這個這個這個 東岸部分會選取 一段開始去先去爭取預算 至於同主委建立 愛二路單車 汽機車停車格取消 改為人行道 金融市長劉昌回應 要從整體考量 目前仍有老舊橋樑需要改建 不過他也認同同主委 步行程式的理想 從長遠來看 部分區域無車化 是終極目標 最終金融市的市中心區 是應該要朝向 某些區域 是可以朝向一個 無車化的 這樣子的方向去努力 這是 這是沒有錯 那也是我們現在 逐步在做處理的 但是這個 可能沒有辦法一觸可進 同志委也同步 關心南龍路 人武路的人行環境 不夠友善 尤其位於人武路旁的 第一分局與 舊仁愛區公所 這棟大樓 是否有整體改造的可能 某常則回應 第一分局 是否原子重建 或是異地興建 能在思考評估中 記者張祈騰 信用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 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再會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 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 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必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他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他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那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隨著疫情升溫 假消息滿天飛 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 利用以下三個超實用APP 簡單操作快速查證 LINE訊息查證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證之訊息內容即可查證 另外還提供最新查核訊息 供民眾了解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LINE搜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將收到的訊息整篇貼上 即可查詢是否為假消息 買GoPen 同樣加入LINE好友 當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轉貼到買GoPen 查證時可點選綠色按鈕 前往查證結果 也可點選橘色按鈕 直接將查核結果轉達給親朋好友 記得收到疫情傳言時 不轉發多查證 散播假訊息不僅會發錢 還可能觸犯刑責 也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讓我們一起對抗病毒正向防疫 MING PAO CANADA